大家好,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现在是身处柏林市中心 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博物馆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一批新派的艺术家 他们企图从传统的艺术中脱离出来 所以被称为Cécesion 字面的表达意思就是分离派 在这其中又以著名的画家 从德国的慕尼黑、柏林和奥地利的维也纳为代表 这一次在柏林的旧国家美术馆中 一共是从全世界汇集了80位画家的200幅画作 一起来纪念那一个创新的时代 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的分离派 标志着现代主义艺术的开端 在柏林老国家美术馆中举办的展览 讲述了1900年前后 分离派全盛时期的故事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你点一个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德国美食、旅行以及博物馆特展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弗朗茨·冯·斯图克和马克斯·利伯曼 是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革命性艺术运动和新风格的缩影 一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展览探讨了分离派之间的相似之处 希腊女神象征着艺术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有两个划时代的版本 在柏林首次与自己相对而挂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弗朗茨·冯·斯图克 他们的作品都创作于1898年 被视为维也纳和慕尼黑·芬里派的艺术起点 每幅画都是对当时艺术界的一种反思 克里姆1901年创作的朱迪斯 为老国家美术馆中中心展出 与作为柏林芬里派中流砥柱的马克斯·利伯曼 著名的作品相应成趣 在这次的展览之中 重点地展示了德与世界 这些革命性发展之间的相似之处 在13个主题展厅中展出的约80位艺术家 220幅顶级艺术作品 带您重回那个流金的岁月 艺术家们与他们眼中的成就世界拉开了距离 随着世纪的变迁 他们希望抛弃传统的观点和技术 革命的潜能 在西西西西三也就是分离之中汇聚 而西西西三一词则源于拉丁语 这些当时被认为艺术前卫的作品 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旅行亮点 这些作品的具体价值难以估量 光是这一次展览为他们投的保险金额 就高达了数亿欧元 三位最重要的主角通常与风格的地点有关 克里姆特与维也纳的新艺术主义有关 而冯·施达克与慕尼黑和象征主义有关 利伯曼则通常与柏林的印象派有关 展览展示了这些密切相关的艺术运动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和相互的影响 芬里派在1892年在慕尼黑兴起 5年后和7年之后 分别也在维也纳和柏林开始 在艺术现代主义的工厂里 芬里派是传送带 他们并不生产新的艺术 而将其拾起并运送到市场、世界和公众的面前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离不开一个向公众展示其成员作品的陈列式 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都是出于对旧艺术家协会的不满而产生的 而旧式的艺术家协会往往是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种协会之中 展览已经退化为大规模的加工 选拔和隔离是芬里派的开端 也是其历史的终结 进入二十世纪 随着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 卡塞尔、斯图加特、莱比锡、德雷斯顿、达姆史达特等地的芬里派协会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是只有三个协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而国家美术馆的展览正是以它们为主题 这也是同类展览中的第一个 本次展览的第一站是在柏林举行 之后它将会遗失奥地利的维也纳 所以在这里更主重地介绍了柏林芬里派的历史 尽管柏林芬里派是到1898年才成立的 比维也纳晚了一年 但芬里运动早在1892年就已经开始了 与慕尼黑芬里派的成立时间相同 一群进步的艺术家 从传统主义的艺术协会中分裂出来 老牌艺术家们不接受新的思想 并试图阻止现代思想和新发展的出现 在德意志帝国 威廉二世传统的历史化的艺术理解占主导地位 他用纪念教堂 一座新罗马式的巨石建筑和大教堂 一座超大的巨像 不可思议的建筑来装饰城市 并在西格萨里大街上 树立了32座博兰登堡普鲁士历史上的不朽雕像群 他当时说到 违背我所描述的法则和障碍的艺术不再是艺术 它是工厂劳动 是商业 艺术绝不能成为商业 威廉的这番话目标非常明确 直接遭到了自然主义画家和印象派画家的反对 因为他们当时描述的是日常生活世界 然而 尽管德皇在1894年辞去了他在德意志剧院的包厢 以抗议格哈特、豪普特曼具有社会主义批判性的戏剧 纺织娘的首次公演 但是柏林新艺术形式的突破仍无法阻挡 1892年2月 一群柏林画家联合成立了艺术展览组织自由协会 然而当时的主要发起人 沃尔特·莱斯特科夫 弗朗茨·斯·卡尔比纳和马克斯·利伯曼 并不打算离开已经成立的柏林艺术家协会 也不打算放弃参加该协会每年举办的柏林艺术大展 而在同年发生了第一起丑闻 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中说到的文客事件 而当时的文客事件之后 以马克斯·利伯曼为首的十一人小组 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私人艺术家协会 目的是推广新的艺术家 1884年 马克斯·利伯曼在巴黎和慕尼黑度过一段时间后 回到了柏林 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公认的艺术家 虽然他受到官方的冷落和封杀 但他的作品却屡屡在画展上展出 并大受欢迎 最终不得不将他的画作 纳入了国家绘画收藏之中 1897年 他还获得了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职位 成为了现代主义的先驱 但是当时的德皇还是屡次的阻止 现代艺术先驱的发展 所以当时的一些艺术家们意识到 他们不可能从当权者那里得到任何的支持 于是65名柏林画家和雕塑家 于5月2日成立了一个新的艺术家协会 并仿仗慕尼黑和维也纳的模式 将其命名为柏林分离派 而马克思·利伯曼当选为新协会的首任主席 尽管德国的分离派在1899年 举行了自己的首次画展 但是德皇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 他明令地规定身着军装的军人 不得参加分离派展览 而分离派的画家也不得作为评审参加官方活动 他更是把分离派排除在当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外 而当时文化部希望与分离派接触 并准备在学院举办里巴曼回顾展时 德皇进行了干预 尽管存在这些敌意 分离派还是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 公认的德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至于马克斯·利伯曼 能够在1907年宣称 昨天的革命者就是今天的经典 但是EPP更新 更年轻 更现代的艺术家来到柏林之后 对原来的分离派产生了更大的挑战 他们现在正在与分离派的老成员 展开一场类似的斗争 就像曾经的分离派与学院派的斗争一样 而曾经艺术先驱的马克斯·利伯曼 因为拒绝了佩西·施塔因 和艾米尔·诺尔德等前卫画家的画作 而受到了强烈的指控 之后不久 马克斯·利伯曼就辞去了董事会的职位 在1913年的夏天 分离派举办了最后一次成功的展览 最后由于成员之间的矛盾 他们又分裂出了新的派别 成立了自由分离派等等派别 而在20世纪20年代 在经历了各种分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柏林的分离派也就此解散了 而在此次的展览之中 来自于维也纳的绘画作品明显占了优势 并非是策展人的五段决定 慕尼黑分离派成立于1892年 维也纳分离派成立于1897年 而柏林的分离派则成立于1898年 但只有约瑟夫·马里奥 奥尔布里西设计的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 至今仍屹立不倒 他独自将自己风格的光环 辐射到欧洲艺术之都 克里姆特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他当选为维也纳美术家协会主席之时 他正在向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装饰化大师转变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1899年的 塞雷纳·普利策·莱德勒肖像 是他的印象派阶段的高潮和终点 而一年前创作的帕拉斯雅典娜 已成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而关于慕尼黑和维也纳分离派的故事 我们将分别在之后的视频中 从慕尼黑和维也纳为你讲述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我们下一次旅行的旅行